这段时间杨密克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首先是自己的生日 但好朋友唐人和丈夫刘凯威都没有发微博表示祝福 然后飞去纽约看秀 迪川迷海的酷帅风格又有热议 最近又因为在明日之子这个节目中 不断玩弄另外一位男星华晨宇的衣带上了热搜 近日杨密在明日之子这个节目中的穿搭又惊艳了众人 他留着一头长卷发 穿一件壮色毛衣 下搭黑色短皮裙 脚踩橘色椅子高跟凉血 整体的穿搭时髦有休闲 不愧是带货王坐的高脚凳上 双腿自然交叠 非常的妩媚 刘人 可以看到杨密的眼角处还贴了一个新型的贴纸 在性感妩媚的风情外 又增添了俏皮甜美的气息 网友感觉恋爱的 手上的钻叶非常吸睛 整个人显得精致亮丽 非常有吸引力 在这张照片里面 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 杨密的戏妖好身材 就连非常艳俗的大红色指甲有 涂在她的手上阴险的妩媚妖人 如今她稳重一线女星的位置 基本上每部电视剧都成了爆款剧 合作的男演员也都会成功翻红 被她带飞 再来看看杨密的其他穿搭 一件吊带自绣 叶的长裙 五官精致 肤色白皙 整个人的仪态和气质 都非常的端庄优雅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从当时各种负面新闻中走出 杨密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一件宫廷风帘衣裙 灯笼 秀的设计更添古典意味 和手上的绿宝石戒指一样 非常的复古优雅 杨密的妆容非常明艳 不少女孩子都想问出这个口红色号 好嘎 杨密同款 性感诱人的红唇妆容 蝶穿迷彩 下搭黑色蕾丝裙 杨密在走向直升飞机时 回头一望 充满了不可言喻的情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